阿富汗战争中四位美国总统的得失成败 但很多人不知道阿富汗的政府前总统在大局域丁之前 曾上演了一段让人直呼离谱的最后的抵抗 而这就牵出了阿富汗传说中不可贡献的神话 潘杰西尔和一段纠缠几十年的恩怨争斗 2021年8月15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攻陷 原总统加尼带着撕扯到了一边转进千里一边航滑 离开是为了避免血流成河 关键时刻 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克挺身而出 宣布接任总统并将在潘杰西尔省继续抵抗 一时间西方媒体纷纷报道 潘杰西尔仿佛成了最大的堡垒 结果你们都知道了 残酷的现实狠狠给了他们一切儿光 从塔利班9月2号发动进攻 到9月6号萨利克设计失败 四天不到 潘杰西尔这个不可攻陷的神话就破灭了 从媒体口中的钢铁要塞 载到现实中的一碰就碎 潘杰西尔究竟是何方神圣 潘杰西尔阿富汗中北部 行都库什山脉内部的一处山谷 长150千米宽5到10千米 面积3526平方公里 人口约为10万 是阿富汗最大的塔吉克族聚集地 按理说这么个弹丸之地 在塔利班面前应该是完全不够大 但事实是 这里确实拥有不败战绩 甚至在苏联进去阿富汗的时候 就曾大显神威 1979年苏联进去阿富汗 作为当时的世界双棘之一 不到两个月时间阿富汗全境的重要城市 统统沦陷 但是阿富汗多山的地形 为游击站提供了有利地形 于是 无数阿富汗游击队再次开展抵抗运动 其中出身潘杰西尔的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马苏德 1953年出生于潘杰西尔的 一个塔吉克名门望族 他的父亲是一名准将 小时候跟随全家搬到了首都喀布尔生活 高中就读与法国人开办的中学 大学在喀布尔大学工程系学习 能够说波斯 英法 普什图 沃尔都 无重语言 并且还熟读各类革命著作 在人均胎教水平的背景下 马苏德算不上天降猛男 也算是被窝里放屁 能文能武了 人类高质量军阀了 属于是 20世纪70年代 阿富汗在意识形态和大国博弈的作用下 正变此起彼腹 你方唱吧 我登场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不符合阿富汗登地情况的改革 普通人的日子大多不好过 1975年 潘杰西尔山谷爆发了起义 马苏德参与其中 但起义最终失败 马苏德流亡巴基斯坦 1979年 苏联禁居阿富汗 马苏德重返家乡潘杰西尔 拉起一支游击队 与苏联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 自1980年起 率连部队频繁袭击连接首都喀布尔 与北部地区的萨朗山口 一度导致喀布尔的苏军难料短缺 胆敢撩伯老大哥 那就要做好直面钢铁红流的准备 苏联多次集结重兵 对潘杰西尔山谷进行扫盗 在几次围剿中 先后出动了12000名苏联士兵 加上当时阿富汗的政府军共3万余人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苏联 马苏德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 与之正面抗衡 但也没在怕的 潘杰西尔谷地有多个小山谷组成 周围都是海拔超过3000米的崇山峻里 进出只能途径山口 山谷内部还有广袤的腹地 什么叫一守难攻 这就叫一守难攻 每次苏军天兵一致 马苏德就带人马逃入 连绵不断的行都库士山脉 消失的无影无踪 苏军一离开 队伍就会在当地塔吉克人的帮助下 重新集结继续骚扰苏联军队的后方 从1980年到1985年 苏联针对潘杰西尔山谷发动了7次围剿 但都没有多大成效 不仅伤亡了数千人 而且还有一千多名阿富汗政府军投降 这可是80年代的苏联军队 不是随便能打发的阿玛阿国 欧洲各国瑟瑟发抖 东方某大国整个带旦 马苏德作为一个小国军阀 能直面兵风就可谓必打了 还能与之长期斗争 也无外乎世人赠予 他班杰西尔雄师这一尊重 事实上马苏德的统治并不完全依赖于武力 而是广泛的接触当地民众 在塔吉克族 乌兹别克族 普什图族中都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并且他也是当时阿富汗境内宣称 每一不使用人肉炸弹的武装 就连苏联军队内部也有人认可马苏德 甚至曾经有两名被俘虏的苏联散兵 最后还成为了老马苏德的贴身保镖 这也是没想到的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到了1988年 原本不可一世的苏联已经日泊西山 1989年2月7号 苏联彻底撤出阿富汗 1991年莫斯科红旗落地 苏联对于阿富汗的影响没了 因为苏联自己都没了 可是对阿富汗这个国家来说 苦难并没有结束 部落 宗教 民族 各式各样的矛盾在阿富汗境内爆发 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吞并 为了反对打倒军阀 一群伊斯兰宗教学生以铲除军阀 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旗帜 建立了政权 他们的名字叫塔利班 塔利班成立以后 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击毁大小军阀 并于1996年夺取了阿富汗政权 控制了全国90%的土地 而剩下的军阀则逃往北方 原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和马苏德 联合各大军阀组成了北方联盟 以抵御塔利班的进攻 盼杰西尔山谷再一次被世界瞩目 北方联盟虽然只有阿富汗全国10%的土地 但面对塔利班的攻势却屹立不到 一方面 北方联盟放下往日对苏联的救援 争取到了来自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的物资 另一方面 北方联盟的人大多是塔吉克人 哈扎拉人 乌兹别克人 与阿富汗人数最多的民族普什图族 历来就不太能兼容 所以北方联盟的人虽然少 但是非常团结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北方联盟占据着 潘西尔山谷这种山川险阳 结果就是塔利班久攻不下 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911事件 美国宣称塔利班政权窝藏了基地组织 禁军阿富汗 而北方联盟也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援助 轻松打回了哈布尔 接管了阿富汗政权 不过这些后续 马苏德看不到了 因为在2001年的9月9号 两名突尼斯人伪装成记者 开展了针对马苏德的刺杀 他们的摄像机内和腰带上被搬放了炸弹 在极近的距离引爆 马苏德被炸成重伤 在松伊土中不治身亡 潘西尔的命运交到了他的儿子小马苏德手上 马苏德一辈子没打过啥富裕的仗 他绝对想不到 在他死后不久 大批大批的美元就送到了北方联盟的地盘上 他更想不到的是 在美国的援助下 北方联盟虽然重掌政权 却开始了迅速腐化 20年后当拜登在2021年4月15号宣布将从阿富汗撤军 并于9月1号最终完成撤军的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阿富汗狼烟又起 但令人错愕的是 这场战争似乎断的有些离谱 8月6号塔利班发动进攻 9天以后喀布尔陷落总统跑路 甚至美军都还没来得及完全撤出阿富汗 就在众人以为局势已定的时候 时任阿富汗副总统的阿摩鲁拉·萨利赫 在喀布尔陷落前夕逃亡北方的潘杰西尔山国 他联合了马苏德的儿子小马苏德 将和塔利班战斗到底 萨利赫出生于1972年 18岁的时候 萨利赫就加入了老马苏德的部队 他在马苏德手下颇受伤识 并成为了情报官员 值得一提的是 萨利赫的妹妹在1996年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期间被虐杀 萨利赫本人一直坚定的反对塔利班 就当所有人以为 这是一场龙争虎斗的时候 仅仅四天 潘杰西尔山谷就被塔利班攻陷 小马苏德和萨利赫也行踪成泥 看似坚不可摧的潘杰西尔 咋就和凯申宫的长江缝线一样 成了豆腐扎工程呢 马苏德是十大师和苏联 杠了十年的终极和人 而萨利赫一个情报官员 小马苏德就更不用说 大半辈子都在伊朗英国 就算混了个伦敦国王学院的 战争学位有什么用呢 塔利班又不和你比作题呢 所以有人说 从父亲到儿子 原本的潘杰西尔雄师 直接成了潘杰西尔松师 这口锅就要扣在美国人的头上了 而且这还真不是乱甩锅 潘杰西尔被遇深居 交通不便 物资都不好运上去 当初苏联久攻不下就有这个原因 后来米利坚来了一看 行 咱就花点到那儿把公物兴修扩建一下 这物资不就能运进来了吗 下次有人在潘杰西尔割军 不就没这么容易了吗 美国估计也没想到 这次躲在潘杰西尔山谷的 是自家小地 结果塔利班就用着拟修的公路 还用着拟造的直升机 往潘杰西尔一拨一拨的运兵 没几天就把潘杰西尔给拿下了 1996年上台的塔利班 主要靠信仰培养五倍战士 遇上当时和苏军打了十年的 北方军阀门 当然占不到便宜 但到了2021年 已经和蓝星超一流军队 打了20年游击的塔利班 战术战备已经直线提升 装备方面 美式军装 美式枪械 夜市仪 直升机 装甲车 更是通通配备上了 从塔利班19年放出的视频 我们就可以看到 塔利班部队利用夜市仪 在夜晚对当时的政府军 造成巨大杀伤 有一说一 美国物流运输公司 也是名不虚传 越共 塔利班用了都说好 再看看原来北方联盟的部队 成为当权政府以后 有了美国人的职员 还打过硬仗吗 怕不是只会呼叫空中职员 这战斗意识都碎成小熊饼干了 没了美国人的职员 再和现在加强版塔利班白头 说是以软机时 都是抬取他们政府军了 咋还能盼望他们取胜呢 1996年 塔利班刚上台的时候 曾有国家想和他们接触 比如俄罗斯就曾派遣 外交人员释放盘盘的意图 然而当时塔利班内部 很多人都在苏阿战争中 留下残疾 就连老大奥马尔也表示 自己这一只眼睛 就是当年打苏联的时候弄瞎的 所以场面就很尴尬 20多年后情况又变了 塔利班已经懂得 卖交的重要性了 7月就把一众周边国家 拜访了个遍 顺便还学会了网上冲浪 发言人天天在各种 社交媒体上高强度发言 完全颠覆了以往 对于塔利班的刻板印象 不仅如此 塔利班8月15号 拿下卡古尔到9月 发起总工这段时间 就一直在和阿富汗 各个部族协商探讨 等到9月的时候 已经将利益分配完毕 甚至在进攻 潘杰西尔古地的军队中 可以看见塔吉克部落的身影 内无当地部族人民支持 外无国际援助 这一次的潘杰西尔川普 不同往日 早已成为 梦中之饼 西方媒体对于 塔利班的态度 大家也是可以猜到的 所以一会儿说 萨利赫是身负血海深仇 独顶大量的不屈战士 一会儿又说 小马斯德乃是 将门之后继承赴北一搏 的确 这二人在大厦将寝的局面下 确实是挺身而出了 但他俩的硬气 是和捲款跑路的总统加尼 以及望风而降的 其他军队相比的 要和冰枪马装的塔利班 碰一碰 实力上还是远远不够地 可以说潘杰西尔山谷 的确是战略重地 这里也的确发生过 几次军事上的恢火 但这一次 早已物是人非 各种条件也发生了翻贴覆地的变化 潘杰西尔山谷的快速陷落 只能说是 意料之外 清理之中了 从1979年 苏联进军 阿富汗已经在战乱中 渡过了42个春秋 现在塔利班再一次控制了阿富汗 有人对于这个曾经的极端组织抱以怀疑 也有人相信 这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 不过 作为一个外人 我们只能忠心地祝愿 这个饱受风风的国家 能够尽快恢复和平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多多点赞关注吧 下期视频咱们聊点沉重的时代记忆 雷电法王杨永信 即使杨已不再忘记江湖 但道上一直流传着他的传说 杨永信到底干了什么 为什么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下 杨永信却仍旧一离不倒呢 想看小伙伴快来随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塔吉克族 乌兹别克族 普什图中 普什图中 globe 我们下期见 都没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